修炼爱情的心酸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被林俊杰修炼爱情背后的故事所打动 选手周兆松自如转换的真假音 红亮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 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味道 他在歌声中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十分动人 远距离的心上 近距离的迷惘 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 而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紧接着出场演唱的歌手张泽天 不约而同的也选择了修炼爱情这首歌 在前一位歌手演唱同样的歌曲后 他沉着面对以细腻温柔 嗓音动人心弦的风格演绎了这首歌 而评委们也对这两种结软不同的风格给予了肯定 并且为选手们的选曲给出了一些建议 表示在歌曲中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最能打动人心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你唱什么样的歌 感情一定要进去 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放到这个歌里 要了解歌词的意思 要真正的把自己的感情放在那个感觉里面 那你唱出来的东西就不会给人家有copy的感觉 我们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忠于原位 才会让你胜兔 因为你再忠于原位也没有办法和唱的这个唱一模一样 反而是用你自己的音色跟音乐完全是别人的歌 我们会有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人王去年人气选手刘立文 经过一年的沉淀再度回归比赛 刘立文本次带来了一首空空如也 面对镜头自然而具有感染力的演唱 加上成熟的歌唱技巧 让评审直呼进步很大 作为本场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 年近17岁的陈体轩为大家带来了满满惊喜 陈体轩身穿一身汉服传统服饰 演唱唯美的古风歌曲让人眼前一亮 对于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 陈体轩也表示 如果能够继续参赛 会坚持自己的古风特色 我觉得古风这一个类别 它其实也有分很多不同的感觉的歌曲的 所以我如果还有机会参加比赛的话 我觉得古风会是我的一个亮点 或者是一个让别人大家记得我的一个点 所以我可能会继续唱古风歌 只是曲风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错过首场线上海选的观众们 赶紧把握机会 上网报名10月10号的海选活动 报名方式相当简单 只要上东森美洲电视官网 点选主页图示进入新人网官网 就可以找到报名选项 并且轻松填写好几个个人基本资料 就可以完成报名 为热血青春与防疫生活 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查询更多活动详情 请上东森美洲电视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